感受着唐三向更深的地方前去 千刃雪眉头紧皱 在后面紧追不舍 随着继续向地下深入 唐三的魂力消耗 因为千钧以皇两大魂计的作用始终恒定 但千刃雪的消耗却在增加 千刃雪和唐三之间距离拉近的速度 已经变得越来越慢了 此时距离唐三还有一百六十米 但想要再拉近已经很难了 最让千刃雪愤怒的是 这个距离似乎还在渐渐拉开 如果再这样下去 毫无疑问 他是无法在唐三进入大海之前杀掉他的 唐三飞快地前行着 突然间他发现 背后的千刃雪停了下来 千刃雪在地底深处大喝一声 手中的天使圣剑高举 下一刻强烈的金光从天使圣剑处迸发而出 那强烈的金色光柱竟然穿破泥土 朝着地底射去 那强横的金色光柱竟然直接穿过了一千五百米的距离 硬生生地破地而出 直冲云霄 千刃雪竟然就这么在地下打出了一条通道 让自己重新看到了天空 赤金色光芒一瞬间蔓延在千刃雪全身上下 千刃雪的速度与先前相比至少提升了三倍 就像是地底深处出现了一颗炽热的流星 疯狂追向唐三 强烈的危机感瞬间蔓延全身 唐三几乎是本能的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 海神之心带来的魂迹 汗海狂涛 瞬间化为了一层蓝色波纹传遍唐三全身 千刃雪冷哼一声 哼哼 唐三 我看你这一回还往哪儿爬 哼的一声 蓝金色的光芒一瞬间 就将唐三的身体完全包裹在内 同时炸开八个魂环 唐三体内的魂力沸腾了 由炸环得来的能量也完全升腾起来 与自身能量融为一体 蓝色的光彩围绕着唐三的身体荡漾 硬生生的将周围那恐怖的太阳真火之力 隔绝在外 身穿天使神装的千刃雪 就像一颗赤金色的流星 带着虚幻的光影 转瞬间冲到自己身前 千刃雪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没有别的选择 唐三能做的就是完全凭借本能 将海参三叉戟挡在自己身前 并且把重力控制技能释放在机身上 让海参三叉戟的重量 直接变为了一百零八万斤 下一刻 混合着蓝红两色光芒的能量 就像是火山爆发一般瞬间炸开 炽热的天使神剑 就在唐三头顶上方不足一尺的地方 唐三完全凭借海参三叉戟 才架住了他 天使圣剑一点一点的下压 唐三那足足一百零八万斤的海参三叉戟 竟然也无法抵挡住 千刃雪此时的爆发力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那炽热的神剑 不断接近自己 此时此刻 唐三的大脑已经是一片空白 他所有的杀手锏都已经用信了 要死了吗 寒深大人 唐三让您失望了 小五 可不能再和你在一起了 别忘了 点赞关注评论哦